受关闭疫情影响 劳资政纠纷调解联盟 去年成功调解的工资所长纠纷比率有所减少 但是仍然维持在超过80%的水平 另外超过九成提出工资所长的员工 成功取回全额薪金总额大约1500万元 来看记者洪宝令的报道 最新雇佣标准报告显示 人力部和劳资政纠纷调解联盟 去年共接到将近8700起雇佣投诉 当中超过八成同工资所长有关 在所有的工资所长当中 去年有84%的纠纷调解成功 比前年少三个百分点 这是因为关闭疫情让更多的雇主 面对财务困难影响了调解构成 另外去年因为错误解雇而提出所长的比例 继续维持在低水平 经劳资政纠纷调解联盟评估之后 大约四分之一的个案符合所长的条件 不符合的主要是因为工作表现纠纷 雇主和雇员缺乏沟通 或者是经济疲弱造成业务重组而引起的 其成的投诉个案在两个月内结案 所长的总额大约180万元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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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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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宗盛